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到太平山去 官方也公布了最佳的赏选位置 包括了太平山庄观景步道 健勤步道 还有蹦蹦车 铁道沿线 还有爱惜冷嗖嗖 把全身泡进温泉 身心都暖和起来 还能一边欣赏美景 真是毫不惬意 那这温泉水滋滑滑的 很舒服 对 然后环境又很好 宽敞的 环境还不错对不对 对 然后水滋很干净 追雪前太平山玩什么 泡完温泉由旅客攻上海拔700公尺处 休息站宽客泡面 在这边先取暖一下 然后上山才不会冷 太会冷 你们是从哪边过来 台中 或是到渐行步道践行一下 被誉为全球28条最美的小路之一 能看见太平山在日剧时期 运送木材的森林铁轨 还有合唱团 包车 慕名而来 我们就太平山 我们会到宜兰去 它就像仙境一样 还不错 还不错 很好走 旅客把握最后时间冲上太平山追雪 园区统计截至早上10点 人流大约有800人 大约是170辆车左右 园方也提供最佳的赏雪景点 包含太平山庄的观景平台 剑琴淮谷步道 以及绷绷车的铁道沿线 白岭这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根据以往的下雪经验 在白岭以上的路段 就有可能发生结冰或是积雪情况 再次提醒大家 太平山在下午2点会进行预警性管制 不开放给非住户上来 园区日沽在明天清晨会有塞车的情况 要请民众特别留意 纪月新闻 而台北的阳明山也是赏雪的热点 山上的早餐店就预期人潮可能会变多 所以备货量增加了两成 而且因为山上的温度比较低 阳明山国小就宣布 明后天要放寒流低温价 是全台首例 冷凑凑的天气 铁板面在尖台翻炒冒出倦阵热气 阳明山上的早餐店 寒流前倦场营业 就趴接下来两天 二子平下雪 备货量也增一到两成 可能就是看完雪之后也会有人下来 下来吃早餐 因为我们也有配合他们那个发展的一些油 所以来过来吃 老板说附近学生已经放寒假 到时候也会很多人来用餐 旁边的牛肉面也还在翻炒酸菜备料 老板回想2016年霸王级寒流真的有够冷 那简直是冷到翻天了 空气中真的连呼吸出来都会解冻 喉咙会痛耶 小朋友在教室内玩玩具 尽管在室内都多加一件博外套 杨明山国小虽然已经放寒假 但里面的幼儿园 课后留园也有12人 国小一到六年级 还有12人在上寒假课后班 学校申布周二周三 连两天都放低温假 不只是全台第一所放低温假学校 也是杨明山国小第一次放低温假 至于文化大学还在寒假期间 至于250名的行政人员 后天是否放假会再试情况调整 杨明山一旦下雪 杨明山大道就会实施交管 必须要有通行证 至于山上部分积雪或下雪的管制点 或赏雪点都要加挂雪链 公车也不会进入管制区 迎接杨明山下雪 店家校园都已经准备好 来面对入冬最强寒流 铁北新闻 杨明山小正人台北前凤某道 但天气再怎么冷 还是有人愿意一大早4点钟出门排队 只为了买龙年限定的生小套币 因为这款商品是央行睽違了12年再度发行 总共有4.5万套 今天上午9点钟开卖 现场就涌入了抢购的人潮 韩溜来袭 但为了买甲城龙年的生肖套币 民众一早4点钟全身包紧紧就来排队 在民间习俗代表祥瑞的龙年 央行发行的今年套币9万组 线上预购4.5万套 三小时就完售 零贵买 周一一早9点钟开卖 总行营业部这边限量998套 第一位民众一早4点钟就在这边 疫情过后加上龙年比较夯 台银备战总行这边加开4个零贵贩售 以及三个网路取货 一套1900涨了100块 每个人限购两套 里面组合包含一一两的银币 杜金龙搭配送江镇图案 第一枚铜和金币 则以降龙系珠为主构图 背面有部分上色的玫瑰花 银行刚开卖 网路上价钱最高已经飙到8800 第一位买到的先生 是要送给女儿跟孙子 属龙的 然后我女儿也是属龙的 说两套一个人送一套 不过出门买套币也要注意保暖 入冬最强寒流来报道 越晚会越冷 台大大气科学博士林德恩 就在粉砖分享 寒流持续发威 全台冰冻有感 1月22号周一晚上到24号周三 北部东北部体感温度 只有0到5度 新竹县市苗栗县 体感剩下一度左右 沿海空旷及高山地区会更冷 温度趋势很有可能 在今天入夜之后 一直到礼拜三的清晨 都是维持在10度以下的状况 寒冷的感受 持续的时间是相当的长的 全台天气湿冷 要到24号周三 水气才会明显减少 周四之后温度逐渐回升 这几天想要上山追雪的民众 也要记得做好保暖工作 而在冷缩缩的天气 吃晚热乎乎的泡面 也令人感到幸福 南韩的关税厅统计发现 去年南韩的泡面出口额 创下了历史新高 来到了295亿台币 而且是连续9年都成长 而背后最大的工程 就是南韩的影视作品 带动文化输出 来到南韩首尔宏大商圈 这间超商 其中一面墙 放满200多款泡面 消费者现买现泡 一切DIY 这间特色超商开幕一个月 销售额有六成二来自外国观光客 南韩泡面的人气正在向海外扩张 根据南韩关税厅统计 2023年南韩泡面出口额 创下1.25兆韩元 整合约295亿台币 再创历史新高 出口额连续9年 维持增长的主因是 南韩影视作品的高人气 在YouTube上也有许多 外国人煮南韩泡面的吃播影片 除了泡面 韩式炸鸡也很受欢迎 美国纽约市中心这间素食餐厅 布条上用英文批出的新名词 就是炸鸡啤酒 海语缩写 七美的发音 店内不止韩国人 美国人也排队 抢着购买 就连南韩品牌面包 也正式进行海外市场 包括欧洲 美国和东南亚等地 开设500多间分店 将韩式甜面包的味道 送上国际 全世界 경기가 좋지 않다지만 K-POP和 드라마 등 한류붕과 더불어 번지고 있는 우리 맛은 매년新기록을 경신 중입니다 스마트폰과 펫푸드 등 전후방 산업까지 합치면 K-POP 수출은 3년 연속 100억 달러를 돌파 있고 미국에서 매진 행렬을 일으켰던 바로 그 김밥입니다 요즘엔 이렇게 외국에서만 맛볼 수 있는 K-POP를 역수입할 정도로 인기라고 하는데요 새해에도 K-POP의 전세계를 향한 진격은 계속될 전망입니다 南韩化妆品也受到海外瞩目 首尾名道的化妆品专卖店 吸引外国游客 驻足挑選 2023年南韩化妆品出口额 今年韩系化妆品出口额 将比2023年增加6% 达到90亿美元 韩流带动南韩企业走出海外 从韩石到韩系美妆 2024年持续将目光放在全球市场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而在加萨的战略 哈马斯突然为去年的突袭提出了一份辩护报告 也提议要用人职来换取以色列撤军的条件 但是却被以色列拒绝了 总理纳坦雅胡就再度强调 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更无法接受哈马斯要求结束这场战争 而哈马斯针对去年10月份的突袭 也发表了16页的报告 在文中指出对抗以色列占领加萨有其正当性 在报告中他们也首度坦诚有疏失 才会造成以色列平民遭到杀害 回到台湾来看到是立法院的正副院长 国民党内的争斗 现在出现了戏剧性的进展 在今天上午的闭门会议之后 原本有意角逐的立委复昆奇决定要退出了 他说政治是一时的 但兄弟是永远的 会全力支持韩江沛 新开立委座谈会 党主席朱立伦一一握手寒暄 和有意角逐立院笼头的傅昆奇 一碰面简短握个手 肩膀拍一下就换下面一位 毕竟想当立委的头 傅昆奇招呼打的琴 和在场的韩国瑜几乎零互动 两人擦身而过简短握了手 没说话气氛和天气一样冷 而这座位安排还有点尴尬 傅昆奇就坐在张启成正对面 第一时间双方眼神都在往外飘 但两人距离实在太近 总是有四目交接的时候 这是尴尬又不是礼貌的微笑吗 虽然会议主题是立委新生训练 但党主席这话也得说在前 自此特别谈到清白 傅昆奇拿起笔开始做笔记 似乎在思考等等门一关如何发言 而朱主席一讲到这句 傅昆奇似乎干笑了一下 毕竟闭门会议前他这么说 虽然现场气氛看来有点尴尬 但最后会议中朱立伦成功拆弹 江启成 动算 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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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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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迪 加油 冯迪 加油 傅昆奇牵起寒江的手 高喊政治一时兄弟一事 但或许退了这一步 是向另个目标进一步 而傅昆奇原本之所以要争取国会龙头 传出他的目的是 想借此给国民党党内一些压力 真正的目的是党团总召这个位置 而资深立委赖世宝 今天也表态他会参选党团总召 喊话要来场君子之争 直接挑明立法院党团总召 这局部缺席 七届资深立委赖世宝 喊来场君子之争 可能对手就包括也有一争取的 回国新科立委李燕秀 多沟通 那我觉得因为党团这一次成员也比较多 那我觉得在进一步沟通协调之后 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家的初步的想法跟意见 公开说要以团结为最大依规 但党内立院政府龙头战才推出韩江沛 傅昆奇却半路杀出 一度传出是向庄武剑 向党内叫板难道是意在总召之位 会去登记选总召 重申决心改革达到合纵联合 傅昆奇卑正面回应 立法院准同事也没听说 我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过从副委员最近几次的发言当中 我想他对于立法院里面的一个院长 或副院长可能是比较是他 目前心目中最大的一个想法 没有我从来没有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而且立院不需要两个柯总召吧 也传柯正被党中央清点 叛他选党团总召 来淫暗潮汹涌 绿营隔岸观火 我们还是会有最有经验 也最运筹帷幄的柯建民总召 来带领整个党团 我们会好好监督行政部门 没有悬念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 柯建民继续带队 不像国民党团有内归 党团总召任起一年 得连任一次 柯建民接续运筹帷幄角色 但能否走稳 现在多了民众党八席 一切都还说不准 为了要贯彻行政院的光电政策 国军的钢棚屋顶 最近也铺上了满满的光电板 但就被质疑 很容易会成为共军的剑靶 而对此国防部就回应了 设置的地点 不会选在机密的营区 同营区内机动使出 云豹等战甲车平时停放在全台各营区内 但现在被质疑停放的车棚 以似不安全 这是Google Maps上拍下的海军陆战队指挥部空拍图 这块铺上太阳能板的正式车棚 全台不少营区都像这样 为配合政府光电政策 营社 公共楼车棚屋顶都是太阳能板 至于全国最大的太阳光电营区 在哪里 地点是中正欲销 国防部为了满足特定人的游说 或者错误的能源政策 这是拿国家的安全去做配仗 这个国防部应该要散事 目前经过同意搭建的钢棚 主要是用于提供部队晴雨天操客 车辆暂停保养等多重功能 而不适用于集中停放战甲车 国务部近期向立法院书面报告 经济部订定2025年前 暂升能源发电占比20% 其中太阳能装饰容量达20百万千瓦 并赋予股防部容量目标185千千瓦 国军喊出今年可以达到目标 因为141处营区能提供301.787千千瓦的容量 因为基地是固定的一个设施 所以它并不会因为太阳能板的反光 就造成说是会被敌人锁定的状况 比如说美国代表性的奈尼斯空军基地 就装设了大概15个百万瓦的太阳能发电板 Naval Facilities Engineering Command Far East completed the largest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 system in the Navy July 19th 搬出美军的例子 确实在美国部分营区善用大片空地 为绿能尽一份力 但有专家认为这政策可不能复制铁上 台湾不一样 台湾我们临近中国大陆很近 甚至连一般民众都 你去Google 就知道原来军在这里 所以其实这部分来讲 我会不能达成隐蔽的要求 所以说电力是国安问题 有无本末斗志 还有的争论 TVBS 出关后 留听听一谈报道 长而航空的机师罢工投票 结果在今天上午公布了 工会是合法取得了罢工权 很可能会在春节前后就展开罢工 也直接冲击到欧美航线 一张一张拿出来弹开唱票 记录政治记号 几乎都是同意票 同意票 同意票 同意票已经超过门槛 长容机师成功 持得合法罢工权 22号上午 机师职业工会 在桃园办公室 进行长容机师罢工的 投票开票 工会从去年12月起 开始发动投票 桃园高雄都有设点投票 而这一次主要是因为 不满长容航空对于调薪制度 以及涉嫌违法 聘估外籍机师等诉求 没有获得重视 成台机师大约3000多人 有加入职业工会的 则有1398人 投票结果为910人同意 10人不同意 有达到全体会员过半 以及长容机师会员过半 两项门槛 在投票率的部分 在长容分会投票率 高达百分之86 那么同意率到达百分之98 贺人机师大多都是长城机队 若罢工行动展开 预计在春节前后进行 主要会影响到的航班 可能以往返美国 加拿大欧洲等主要大城市 在最近的一个月当中 劳动局已经持续的邀请劳资双方 召开过三次的协商会议 未来劳动局仍会持续的来协助双方 进行协商 只是长容目前没有针对诉求 提出协商回应 因此工会未来将在春节前后 正式启动罢工行动 也承诺会依法24小时前提前告知 但在罢工前最后一刻 仍然会保持开放协商的态度 毕竟罢工是最后的手段 TVBS新闻林志伟蓝亭 桃软西方报道 今年的第一波寒流 是让大陆的南方暴雪成灾 而新疆在两周前 也发生归期雪崩意外 三名除雪的公路人员不幸遇难 一夜之间变成银白世界 中国大陆中部的湖南长沙 降下今年第一场雪 多地累积厚厚的积雪 雪景很美 但是交通很危险 部分道路像是张家界 往四川的公路路面结冰 交警必须全天候寻查路况 并管制高速公路 一旦温度达到了凝度以下 我们会进行一个散步作业 确保路面的通行安全 不止长沙 江西南昌更是暴雪扑面而来 还有云南贵州强降雪 导致部分高速路段结冰 不少车辆滞留 根据官方预报 从1月20到23日 是今年第一波寒流 中国大陆中东部大范围受影响 南方多地开启暴雪模式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 寒潮黄色预警 暴雪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 今天南方多地将成为 强降雪核心区 五点积雪瞬间大快崩落 这是中国大陆官媒回顾 一月初的新疆暴雪 大雪掩埋道路就只最深超过五公尺 跟山体连成一片 上千名游客滞留新疆滑雪场 现在大家的交通 就是一天比一天困难 可能接下来没游的车 大部分都在走路 接下来可能要靠马比较多一点了 当时从1月6号起 新疆持续暴雪 多条道路因为雪崩中断 但是过了大半个月 官方才宣布 有三名公务员 在除雪时遭遇雪崩 不幸殉职 TVB新闻商品镇 陈永文综合报道 英国在这个周末 因为风暴依沙袭击的关系 像是英格兰艾尔兰 都出现了强风豪雨 伦敦的西斯洛机场 因为风势太大 不少班机是在摇晃中惊险降落 而艾尔兰的都柏林机场 也有超过100个航班取消 阿提哈德航空的空中巴士 A3巴黎庞大机身 也不敌强侧风 摇摇晃晃 幸好最后平安处地 这也是英国的伦敦西斯洛机场 接连好几架航班上演惊险落地 风声大道 几乎要掩盖引擎声 又有班机打退堂鼓 这下英国航班的班机在最后一刻 放弃降落重飞 令人捏一把冷汗 镜头转到英国南部沿岸 狂风掀起大浪 英国跟苏格兰州没收到 风暴依沙的侵袭 观测到最大阵风13级 气象专家分析认为 北极冷空气南下北美洲 推动气流往东跨越大西洋 才会造成欧洲天气不稳 风暴路径首当其冲的爱尔兰 还有民众拍下狂风暴雨的恐怖景象 空中交通更是大乱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机场大厅 被旅客塞爆 因为周日当天取消超过114个航班 幸好风暴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灾情 有天灾又人祸 罗马尼亚这辆救护车 想从左侧对向超车 没有想到前车竟然突然左转撞个正招 救护车失控撞上人行道 车上的医师腿部受伤 病患手部骨折 幸好送医之后都没有大碍 回到台湾来看一名81岁的台商 他两周前中风陷入了昏迷 而医劳团队是从厦门搭乘小三通返台 将他全身包裹着洗脖纸来预寒 立刻连线给记者蔡新宇 船只停靠港口救护人员抬着担架 协助伤者送医治疗 他虚弱无力 身上衣服帽子包紧紧 再盖上一层锡脖纸 抵挡强烈低温 两周多前81岁台商许先生 当时正在大陆经商 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 接着中风摔倒 住进厦门厂根医院 我爸他到泉州来 我是有进行工厂 但因为意外摔倒了 所以现在脑衣血把他送回来 也非常感谢两岸的红十字会的帮忙 医生诊断他的伤势相当严重 身体多数发炎硬化 还有囊肿 肋骨折等等 第一时间先进行 颅内血肿清除术 目前插管昏迷当中 今天早上11点 救援团队搭乘小三通 进行人道救援 从厦门搭船将伤者载回金门 而家属接获消息也赶来协助 要将他带回台湾 进行更进一步的治疗 再来看到是又有 国家成功挑战登陆月球了 这是日本的月球探测器 Sling成功降落 而且着陆的位置 只跟本来预定的地点 差了100公尺 写下人类精准降落的新记录 不过这次任务 还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因为太阳能的电池发电异常 探测任务恐怕无法准时展开 日本月球探测器 在台湾时间19号晚间11点20分 成功降落在月球表面 成为全球第五个成功登陆月球的国家 熬夜紧盯直播 日本太空迷开心庆祝这一刻 美国太空总署NASA署长也随即推文祝贺 但日本的登月计划似乎美中不足 探测器上的太阳能电池无法顺利发电 不排除与降落时的角度有关 目前只能靠探测器本身电力与地球连接 但能撑多久日本也不清楚 尽管如此 这次登月还是创下不少新进路 包括成功在距离预定地点100公尺内精准着陆 有助未来月球探勘 日本登月计划从2017年开始历经多次失败 去年4月发射白鹿号登月舱 却在降落月球前与地面失联 如今日本终于踏上月球表面 但如果探测器无法确实充电 日本的探月计划恐怕又得重头来过 TVVN新闻总和报道 网球球王乔克维奇在奥网的南单16强 以直落三击败了法国好手马纳里诺 是生涯第58度闯入了大满贯的8强 不过在第三盘时他一度遭遇乱流 赛后也坦诚有考虑要放弃 不过他坚决否认自己有倦情 也没有退休的打算 带上25座大满贯的世界球王乔克维奇 在奥网南单16强 对上法国好手马纳里诺 只是乔克维奇大概没想到 这场他气势超网赢得轻松 中场乔帅以6比0 6比0 6比3 直落三击败马纳里诺 晋级8强追凭瑞士快车费德瑞 58次进大满贯8强的记录 但是乔帅却说他不想赢只想输 36岁的乔帅累了吗 他说只是需要喘口气 没有要退休 只是本来乔帅在八强赛 可能遇到的禁敌 希腊好手西西帕斯 却提前在16强赛 输给美国的好手 弘里诺遭到淘汰 荣耀时刻转移到 网谈的后起执秀身上 19岁的美国网谈 欣欣高夫 恰着去年美国女单冠军的气势 直落二击败波兰女将 佛瑞许 生涯首度闯进奥王女单八强 家人给高夫力 让目前世界排名第四的 他问鼎第二座大满贯 有钱送不到 很多人在期待过年之后 升值加薪 不过专家警告了 能运用的资金变多 资产不一定会增加 因为通货膨胀 再加上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有些人赚得越多 但也花得很多 结果薪水涨了 却还是口袋空空 好不容易升值加薪了 银行里的存款 却不见得跟着一起增加 反而赚越多 存款越少 这并不是什么独特的现象 有超过半数年薪达到10万美元 超过台币 300万元的美国人 仍旧是过着月光族的生活 而且出现这样的高新 但却留不住的情况 通常发生在新时代身上 让理财专家 忍不住为他们捏把冷汗 research shows that young adults are 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to this they feel discouraged by higher prices and you know making ends meet so they might feel like they'll never have enough money to retire anyway they might as well enjoy themselves now unlike perhaps their parents were young adults need to be mo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retirement because a lot of the safety nets that maybe their parents had like a pension no longer exist or are extremely rare so they need to contribute to their own 401k if they want to shore up their financial security 专家把这种生活方式 称之为生活方式通膨 越来越多钱 是左手进右手出 其实类似我们常听到的 游奢入解难 除了会把钱花在一些 价格高昂的用品上 也可能因为开销分配的问题 反而造成更多的开支 超过六成的美国民众 甚至付不出500美元 相当于15000多块台币的 紧急备用金 也因此46%的美国民众 利用信用卡额度 来支付紧急支出 这也造成更多的恶性循环 专家强调有钱不是不能花 而是你要留下紧急预算 之后健康消费 清楚了解到财富的价值 钱应该花在哪些方面 也有助于控制有限的预算 专家也提醒 由于消费常跟情绪有很大的关联 不稳定的情绪状况 或是抱持匮乏感造成的反弹 也会让人花钱如流水 保持身心健康 多为以后的日子着想 但不要对未来太焦虑 就能让人摆脱 越赚越穷的困境 几页新闻综合报答 新制的囤房税 在7月份要上路了 而全国的单一自住税率 是调降到1% 不过台北市本来的税率 其实更低 只有0.6% 现在等于是不降反升 北市的自住客 也可能会变成加税的受载户 囤房市2.0将在今年7月上路 全国单一的自住税率 将会从1.2% 调降到1% 不过现在却有房产专家 认为台北市的自住客 将会成为加税受灾户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在六都当中 包括新北 桃园 台中 还有台南跟高雄 自住房屋税率都是1.2% 今年7月调降之后 自住客可以有感省税 但唯独台北市 本来的自住税率 大约0.6% 如此一来税率还变高 没有享受到减税好处 它势必在这个县值折检上面 也必须要做检讨 而且其实以台北市来说 相较于其他县市 它的县值可能高于其他县市 房产专家就指出 吞房税2.0的精神 就是针对多屋族 但现在自住豪宅也要课税 各县市政府又有各自的课征标准 税制简易化发展不易 这一次的税率调整 对台北市的自住客 影响有多大 专家以北投40平屋 025年的大楼住户举例 税率0.6%的时候 房屋税是4500元 变成1%的时候就是7500元 整整多了3000元 去年7月之后 购入新完工的房屋 以及市中心的新城屋 房屋税更可能大幅提高 原来北市府多年来 透过税机折减调降 自住房屋税率 财政部曾经多次沟通 却没有结果 这一次房屋税修法是利用机会 再度沟通 试图让税率回到正常水准 也能达到全国一致 至于北市府则说 将会审慎评估 还在研议相关的方案 避免出现加税受灾户 抵抗房屋税上涨冲击 TVBS新闻 雷正我黄凯兴台北参加报导 而大陆现在经济不景气 年轻人求职不容易 顶尖大学的毕业生 起薪减少了30% 而后段班大学 或是季职学校的毕业生 薪水甚至连新台币2万元都不到 北京市朝阳区 有一场特别的就业博览会 来招聘员工的 不是全球500强公司 而是来自农村的维新企业 职缺多半是果园 民宿或拍摄乡村生活影片 一开始是想的就是进城来 就是跟城里的年轻人聊一聊 就是我们这几年在乡村看到的 乡村的发展 我们在乡村做这些事情 小小的求职场地 挤满年轻人 不少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由于大城市工作难寻 短短几天内 已经有上百人应征 想去农村找机会 下乡从事电商拍影片 对岸官媒 营造出现代农村 已经成为年轻人创业的乐土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 大陆政府近年鼓励青年下乡 或投入蓝领工作 但由于僧多周少 即使大学毕业生暂时屈旧 起薪也被砍很凶 美国之音报道 大陆顶尖大学毕业生 起薪至少降三成 从疫情前的 折合新台币4.4万 剩下3.1万到2.6万之间 更别说后段班大学 毕业生月薪 剩下台币2万出头 技职学校更低 连台币2万都不到 学历贬值的现象 成为新常态 大陆迈入高龄化社会 延后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然而找工作已经够难了 大陆年轻人的就业困境 恐怕雪上加霜 TVB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与南的昭通市 在今天清晨5点多 发生了土石流意外 造成了总共18户 47个人遭到活埋 当地政府已经启动了 紧急救灾作业 赶紧把200多位村民 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而且是加派了200多名救难人员 展开搜救工作 抖音上最近有一个热门的标签 叫做Delulu 这是取自于英文单字Delution 引申出来的意涵 是一个正能量的概念 只要相信自己 看似不可能的目标 到最后也能够实现 不过心理师就提醒了 如果年轻世代 过度追求Delulu 很可能会适得其办 拥有近16万粉丝的 IG创作者久力 主题主要跟正面心理学 心灵鸡汤 吸引力法则有关 希望用短影片的方式 带给观众生活中的正能量 当然内容得更贴近生活 更能引发共鸣 同时也得跟上潮流 像是去年 他就曾拍过一部 关于Delulu的影片 跟风把国外正流行的趋势 让更多人知道 我那时候发现就是这个现象 就是Be Delulu So your dreams can come true Lulu 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虽然我是用Be Delusional的方式去讲 但是我其实也很爱怕 大家会扭曲说 这就是要 假装我已经有100万了 然后就是出去就是很拽的说 我有百万富翁 所以我想要用一个更理智的方式 去呈现这个Delulu风潮 让大家知道说 你可以透过自己的心智 去改变你的一生 在TikTok上搜寻Delulu这个词 可以发现到它的标签 已经达到了56亿次的观看 而其实Delulu 它是取自于英文 Delusion也就是妄想 而这个风潮主要想表达的是 只要相信自己 看似不可能的目标 也能够实现 简而言之 就是拒绝畏惧 拥抱自信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而这个虚构词Delulu 逐渐在欧美成为一个风潮 点燃爆炸式的浏览量 尤其对Z世代年轻族群 有时成为心灵自助的一种方式 我会做到 就真的有可能会成真 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其实真的又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你越是相信 它就是会改变你的行为 理论上这是一个正向的事情 可是Delulu它有一个状况是 有一些人 他会过度的盲目乐观跟自信 比较好的方式是说 我们要去设定 合理清晰的目标 我们可以有一个 哇 超级大美好的一个梦想 想去实现 但是要有阶段性的小目标 藉由社群媒体的传播 传递正向思考的重要性 因为它更能应用到 生活的各个领域 而会引发同感 或许也反映了 在通膨疫情接种而来 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 买房等大目标 看似遥不可及 但至少给自己一个梦想 支撑继续前进的力量 这来自于一个 数位公民的时代 也就是说 他们的生长环境 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 有一部分的生活经验 并不是在真实的空间 而是在网络世界当中 这一种媒体上的这一种能量 这种生活力 跟他们日常生活 所碰到的一种不稳定 跟挫折感 这两个加乘在一起 当然就会让这个 想象力在他们的世界当中 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指示心理师也提醒 别过度追求 否则反而会适得其反 在人际上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然后他不喜欢你 你很努力再努力 其实就只是在骚扰对方而已 那如果是在职场上的话 就要练习去调整落差 因为在职场上 有时候不是说 OK 你做好这个专案 主管就给你升职加薪 他的回馈没有来得这么及时 那我们可能在学生 转换到职场的时候 就要有一个心态上的调整 底鲁鲁心态 类似弄假直到成真 想要拥抱这个超正面用词 但究竟是帮助或另类的毒药 关键在于你的行动 别让自己陷入悲观低迷 在实现的路上 心中有目标充满正能量 但追随妄想并非不用努力 也不是所有事靠着幻想 就能美梦成真 特别新闻 连智久永轩台北报道 去年大陆的内需市场 撑住了经济增长 贡献率达到了111.4% 而至于香港 在去年度的GDP数据 预估会落在3.2%左右 可是有鉴于零售业的复苏有限 香港的一田百货 决定要缩减分店业务 裁撤百货部门 最终只留下了超市 像这种点心匣子呢 家里的老人啊 年轻人啊 好像成为一种时尚的一种感觉 传统糕点集合在一起组成 年节礼盒 北京的商场半年货大街 要一直持续到春节 传统的老字号店家 趁机推出新品 烫火烧听而去 感觉挺有意思的 我们点杯来感受一下 舞台为您一同开启 来 我们尝尝哈 它实际上准确来说呢 它就是传统拿铁 然后但是又有那种特别浓厚的花生的香味 现场市区满意的在消费 上海的南京路步行间 随着春节脚步进了 也是年味十足 采买人潮众多 上海年货 饱饭没好了 准备上去没一点 这个造货啊什么东西的 还有这个 这个的闲货吧 就是火腿啊 这个 这个腊 腊 腊 什么之类的 既然来尝尝上海了吗 然后就想带一些 然后有上海特色的东西 然后带回去 买了一些那个上海的糕点 糖 不仅是实体的年货大街 在新冠疫情时 大陆商务部带头启动的网上年货节 今年照样延续推出 是咱们东盟年货节 上网买年货 不局限地方特产 全球各地商品都买得到 礼拼春节消费 因为每年的第一季经济表现 主要就靠这波 去年大陆的内需市场 依旧是撑住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贡献率达到111.4% 其中最终消费贡献率为82.5% 拉动积极增长4.3个百分点 展望2024年的话 我国发展仍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总体上看 有利条件要强于不利因素 支撑中国经济 评认健康发展的因素仍然比较多 即便内需持续增长 但官员坦言 机遇和挑战并存 下一步预告会采取审慎做法 以收缩性意志性措施为主 求稳步发展 而香港虽然还没发布去年度 整年的GDP数据 但预估不会太好 将落在3.2%左右 疫情之后零售业复苏有限 过去以日式生活百货 在香港打响名号的伊田百货 突然在网上公告 沙田大补分店将财车百货部门 只留下超市 香港又一家百货搜索业务 去年3月尖沙嘴的虫光百货 才结束营业 凸显香港买气低迷 都见到其实都有几多几类似的一些趋势 很多百货公司 其实它都已经将它们本身 叫做旧有的 可能销售一些衣物 或者是旅行用品 家庭电器 这些这样的面积缩细 或者刚才所说的 就加一些体验式的消费下去 就有的百货没落 加上港人消费力转移 专家分析网购 日元汇率低 到日本购物等 而今年又有更多 是北上到深圳采购 四千元左右 买了两车东西 鸡蛋 面包 朱古力 还有些饮品 鸡都有了 鸡都买了 深圳上周五 首家好市多旗舰店开幕 吸引大批顾客 其中一层会员都是香港人 而在深圳 有四家门市的对手三母超市 则有香港旅行社 开办采购团 深圳大举吸纳港人的消费力 但另一方面 北上消费新潮流 也成了香港内需市场的重大挑战 TPBS新闻综合报道 非常感谢您收看 这一节的Focus世界新闻 我是叶佳荣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